南投市振兴里又几户人家长久以来缺乏自来水管线 弘明科议员及赖燕雪议员接获陈琴 并邀请相关单位与住户共同召开管线协调会 自来水公司同意延伸师社外管 县议员赖燕雪亲自与会 希望能尽速落实管线的延伸 让住户有水可用 我想水是我们的民生必须用品 今天介绍到我们定行礼 我们六七九龄屋屋居民祖后的顶情 特别来邀请到我们中央单位自来水公司 管境部建设处以及我们的代表公所 一起来共同坐下来讨论 我们自来水的一个盐管问题 是不是能够尽速的来赶快落实 让我们的居民能够享用到我们的自来水 我想自来水的这个使用 对我们的居民的健康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长期以来南投市都是用地下水 也希望说我们的自来水管的普及率 能够落实 而洪明科议员则表示 这些住户长期以来没水可用 在争取到外管延伸施舍后 后续他将再向宪府 争取补助分摊内管的经费 亦解决住户没自来水可用的窘境 洪明科议员则表示 这些住户长期以来都没有自来水 来刺鼻 在之前 是阿高跟我们资源的理事 来提升向我们管政府来公启了 今天来开启这些策略会 住户公司 他也有来承诺说他外公 他要来带我们资格交来说 由我们国库 我们的住户 自己来吸收 在这里阿高也 要来拜托到我们南岛管政府 从我们南岛管政府的住院 来把这些北省 倒下手 南投市振兴里这几户人家 经过烂岩雪议员及洪明科议员 与县府及自来水公司 召开共同协调会之后 取得同意施设外管的共识 县议员洪明科及烂岩雪 都希望能尽速落实完成 让住户有水可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